曾撞到一栋公司的韩雪到底有多好 五岁就乘坐私人飞机拍戏 自带八位数钻石 二十岁就登上了福布斯的中国名人榜 韩雪到底多有钱 看看他身上的珠宝就知道了 张也起曾说 伊克拉以下的钻石都是不值钱的 本来觉得张雨奇已经够土豪了 没想到韩雪比他还厉害 韩雪也曾说 投资房子不如投资珠宝 有一次拍戏时 韩雪为了更加贴近角色 就全程带了一个价值不菲的珠宝在身上 然而与他搭起的男演员 一直以为韩雪带的是假货 当听到韩雪佩戴的珠宝的真实价格时 全创人都震惊了 韩雪曾在节目中自爆 他拍戏时都会全程佩戴着八位数的黄钻 让身旁的一众铭心惊讶的荷布龙嘴 除此之外 韩雪对挑选珠宝也是十分挑剔 因为一般的珠宝他都看不上眼 他推荐的一般都是一线大品牌 除此之外 韩雪对服务也十分挑剔 有一次他去买珠宝时遭遇电人言语骚扰 他二话不说立马就在社交平台上曝光 一般的明星出席一些大型晚会一般都 是由赞助商提供穿的礼服和带的珠宝 很少有人会自己去买 可在韩雪这里 不管是拍戏还是参加颁奖典礼 他佩戴的珠宝都是自己买的 无论是走红毯还是街边随拍 韩雪手上的珠宝随随便便就价值不菲 瞬间秒杀全场 甚至他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珠宝库 韩雪认为收藏珠宝比买房子要方便得多 万一出事了 领着一个小箱子方便携带 有一次嘉宾介绍一个3D打赢房子的技术 可以打赢一个1100平方米的别墅 韩雪听后随口说了一句 可以放在我俗中的院子里 怪不得大家都说千万别和韩雪的炫富 韩雪背景很强硬 可以说是娱乐圈不好惹的女艺人之一 韩雪从小喜欢唱歌 有很高的艺术天赋 2001年以文化课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 出道的第一部戏就是何张国芝 郭富城合作浪漫樱花 为了拍戏甚至不惜从中戏退学 韩雪之所以这么理直气壮 是因为背后有爷爷奶奶的支持 有如此强大的家庭背景 让韩雪养成了有话直说的性格 甚至曾当众吐槽看不惯某演员的作风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次 韩雪在接受采访时怒斥一位有公主病的女演员 我想你有那么金贵的密码 没有吧 此花一出 韩雪立马登上了热搜 大家都想知道这个能让韩雪都看不下去的女演员到底是谁 毕竟这个圈里只有韩雪能被肆无忌惮的宠臣公主 其实这也不是韩雪第一次对人了 就连读儿期西梦瑶见了她都得乖乖认栽 2018年 韩雪和西梦瑶等人参加了综艺女人有话说 在节目中 韩雪说自己会买很多的电子产品放在家里 却遭到了西梦瑶的反驳 她认为买一副才是最令人开心的 两人你来我往 一顿输出 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韩雪和西梦瑶的想法简直就是两个层次 根本说不到一块剧 在金星秀中 金星因为韩雪不想拍吻戏的想法感到疑惑 质问她 你不拍吻戏为什么要当演员 面对金星的逼问 韩雪的回答侃侃而谈 一直说到现在 我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 系学不仅在娱乐圈这么敢说 甚至还把一动告上了法庭 2015年 韩雪把一动告上法庭 这一举动让媒体占了锅 韩雪此举的原因是因为 实在看不懂一动流量清零的做法 我自己花钱买的流量 为什么说清零就清零 并直言他们这是霸王条款 这件事很快就有后续 韩雪说自己打电话给一动投诉 对方也承认这件事是他们的失误 还特地发了一条微博 表示以后的流量不会再清零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韩雪成为了娱乐圈的一股情流 但是有钱有言的韩雪 为何至今还单身呢 韩雪拍戏有两个要求 不拍吻戏 不和圈内人谈恋爱 为此很多导演不不少同行 也觉得他假清高 但是爱于韩雪的背景 他们又不好说什么 直到2016年 卓伟拍到了韩雪一家三口的照片 照片中韩雪身旁的男人叫万山 是个富商 年龄比韩雪大18岁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 据说两人是一见钟情 并且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为了拍到新闻 卓伟跟他们有些年头了 万山曾是北京某公司的副总裁 随后转战房地产行业 他和杨烂的丈夫吴征是好兄弟 两人还一起开了一家传媒公司 不久后 这家公司就拿到了某微博的26.6%的股份 可以说 万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人士 而韩雪和他在一起后 资源也得到了明显的飞升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韩雪身上围绕着一个神秘背景传说 2007年 他首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演唱了歌曲竹林峰 而韩雪也凭借这首歌拿到了十大金曲奖 而且这个奖项的投票渠道正是在自家平台 最后韩雪仅一两万票就战胜了当年一系列的潮女歌曲 同年三夜 韩雪就登上了福布斯名人榜 八夜就拿下新浪的年度艺人奖 第二年 韩雪再次登上春晚并表演了小品 随后又凭借自己所出演过的影视剧 被平台评为最佳女演员 八月份 韩雪就登上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 还能和谭金 王力宏这样的大咖同台演唱 更有意思的是 那几年的平台 几乎每年都会给韩雪送上生日祝福 直到2017年才结束 而且一向自是清高的韩雪之后 更是一口气接下了18个综艺 他在《我就是演员》中拿下冠军 在《神灵奇境》中 一个海绵宝宝的配音爆红网络 随后又在导演请指教中导演了一个小片段 当韩雪看到自己导演的成品时痛哭流涕 可现场并没有一个人被感动 他眼中的外卖小哥穷昏潦倒 意见要送30单外卖 还住在豪华的市中心 没事还能逗得猫 看看书 只能说 从小含着金汤池出身的韩雪 没有真切感受过这个世界上的烟火 这样的片段很难让人产生共鸣 有利的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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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